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维兵国 欢迎收看台湾工程 世界知名的德国鲁尔工业区 在二十世纪时 是欧洲最大媒体工业重镇 但随着工业技术的改良 逐渐面临结构性的失业 产业转型及生态破坏问题 德国政府在改造的过程中 动用所有的在地资源 并透过博物馆展览 艺术展演 学校教育等方式 让过去工业时代的历史记忆 延续至现代居民的生活之中 顺利打造城市的品牌形象 不仅老一辈的居民 会因为自己生活历史 受到重视而感到骄傲 年轻的居民 更会因为看到有这么多人 重视自己的家乡 而愿意留在地方 共创新的生活愿景 而台湾由于都市发展迅速 各地皆有成就建筑 以大楼比邻而立的景观 政府为了促进都市发展 不停地大量征收土地 不仅把居民的记忆 以文化消灭殆尽 也让居民失去对于自己生活区域的认同感 彰化的台铁旧宿舍群 是目前台湾各地仅存的日式宿舍建筑群落当中 保有完整区域规模的难得案例 且景临彰化著名观光地标 善行车库 本来也因政府认为 旧建筑严重影响景观 与发展而将进行拆除 在我与一群热心的文史工作者努力下 暂时免于拆除的命运 未来民国希望有机会 结合政府与民间的资源 将彰化台铁宿舍群 规划成为铁道文化园区 成为彰化地方文创的新亮点 具有历史的古迹 不仅能保留当地居民共同的回忆 转型后将成为炙熟可热的景点 让更多人看见彰化 让彰化年轻人回乡发展 一起为自己的土地共同努力 如此将能兼顾文化与都市发展 服务古迹崭新的生命 今天我们成功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会一处再会 我们会一处再会